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轩 在上两期的小编科普中呢 我们讲了大脑产生立体视觉的原理 我们常见的一些戴眼镜啊 和不戴眼镜的3D的显示技术 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 在3D显示中常常盯到的光场的概念 以及比较常见的涉及到 光场概念的相机和显示设备 那光场的英文名字呢 叫做lightfield 它描述的呢 就是空间中所有的光线 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物体呢 是因为接收到了从物体发出来 或者是反射出来的光线 因此呢一旦完全掌握了空间中所有的光线呢 那就可以知道人的眼睛在任意的一点 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光场这个名词呢 最早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 不过当时的光场呢 是用来表示空间中光的辐射的 和现在成像技术里面的光场 不是一个概念 而现在我们所说的光场呢 最早是从1981年 Perry梦提出来的 Voltic Field的概念来的 那要讲光场的理论呢 咱们得先说一说全光函数的概念 在全光函数的定义里面呢 是用XYZ三个数呢 来代表人的眼睛 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的位置 假设这个眼睛呢 是前后左右都能看到的一个眼睛 那光线呢 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到眼睛 这个角度呢 有一个水平的夹角 一个垂直的夹角 用θ和φ来表示 进入人眼的光线呢 具有不同的颜色 那光线的颜色呢 是和波长对应的 所以用一个lambda来表示波长 进入人眼睛的光线呢 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呢就有一个时间的参数t 那么三维世界中的光线呢 就成了一个七个维度的全光函数 相当于是描述了在三维空间中 各个位置 各种入射的角度 各种波长的光线 在不同时间的一个大小 那七维的全光函数呢 相当于是把一个空间里面 所有光线的变化全部考虑到了 但是这么多的维度呢 其实它的复杂度也变得比较高 所以在光场理论里面呢 有简化的五维的全光函数和四维光场 五维的全光函数呢 省调的波长 也就是颜色和时间这两个参数 描述的是三维空间中 以任意角度穿过任何一个点的光线的强度 而四维光场的简化呢 是假设任意一条光线在传播的过程中呢 它的强度不会发生变化 波长也不会发生变化 那考虑到实际生活中呢 我们眼睛看到的场景 太远的呢 你看不清 近距离的呢 因为传播的距离比较短 所以衰减确实是很小 那这个假设呢 就是合理的 那另外呢 四维光场测量呢 是我们围绕在物体的外部会观测到的部分 相当于呢 就是相机能够拍到的部分 四维光场的模型有很多种 比较常见的呢 是一种定义了两个平行的平面 用光线和这两个平面的焦点呢 来表示光线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呢 和平面平行的光线就不会被考虑到 但是呢 你只要把平面放到和人眼睛平行的位置 那和平面平行的光线呢 也不会进入到人眼 所以这个模型呢 相当于是完备的表示出了 人眼睛成像所需要的全部的光线 说完了光场的基本知识呢 我们来讲一讲比较常听到的光场相机 一个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Lytro 这家公司呢 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 在2006年的时候创办的 他先后推出过三款光场的相机 最终在2018年的时候关闭 而很多Lytro的员工呢 都转去了Google工作 那Lytro的光场相机呢 是基于微透镜阵列的光场的采集方法 那这种呢 就是在传统的相机的镜头 和成像的传感器之间呢 加入了一片微透镜的阵列 那物体表面上一个点发出的光线呢 经过主镜头之后 会聚焦到微透镜的阵列上 那微透镜呢 就会把光线分成更细的一树一树的 比如说我们在图中看到的 这四树的光线 那每一小树光线 对应一个传感器上的一个像素 也就相当于是 一个点上发出的光线呢 会按照角度的范围 被分成多数来分别的记录 在这里面呢 微透镜阵列相当于是 四维光场模型中的一个平面 而成像的传感器呢 就相当于是另外一个平行的平面 Lytro先后发布了 第一代的Lytro相机 第二代的Lytro Elune 还有呢 就是用于虚拟现实内容 制作的360度的相机 叫做Lytro Emerge的第一代 那这三款呢 都是采用的这种光场采集的方法 不过呢 到了Lytro Emerge的第二代呢 它采用的就是摄像头阵列的方式了 除了Lytro呢 Retrix这家公司的光场相机 也是采用了微透镜阵列的采集方式 不同的是 Lytro和Lytro Elune 当时主要是面向普通用户的 Retrix的产品呢 还同时面向工业以及科研的用途 它们家对于光场采集的那个深度范围呢 就更广 那微透镜阵列的光场相机呢 体积比较小 只需要一次成像就可以采集到需要的信息 但是这样的相机呢 在每个视角的图像分辨率损失会比较严重 比如说如果后面的图像传感器是4K的分辨率的 如果你同时采集4x4的光场的话 那就相当于会生成16个图像 那每个图像的宽和高呢都会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 另外一个缺陷呢就是采集的光场的视差范围会比较小 就是只能在比较小的角度内去转换视角 那我们刚刚讲到Lytro Emerge的第二代采用的是相机阵列的方式 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采集光场的方式 这种方法呢它不需要改造相机 而是通过增加相机的数量来拍摄到不同角度的光线 不过有一些摄像头的阵列的设计上呢摄像头都是平行的 而Lytro呢采用的是交错式的那种镜头的排列方式 那说完这两家做光场相机的公司呢 我们来说一家利用光场技术去做头戴装置的公司 就是Magic Leap 那这家公司呢是2010年创办的 Google呢是它家的投资人之一了 Magic Leap呢和一般的头戴装置最大的区别呢就是 它是用光纤像视网膜上直接投射整个四维的数字光场 产生的呢是被它们称为是Cinematic Reality的效果 而一般的头戴装置呢它投射的不是光场 比如说微软的Holo Lens它是用一个半透明的玻璃从侧面来投影来显示的 那Magic Leap在使用的时候呢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人眼睛可以选择要聚焦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同样一个场景中呢如果人眼睛聚焦在远处的时候 近处就是虚的当你聚焦在近处的时候呢远处就是虚的 就比较像真实环境中我们看物体的体验 而在一般的头戴装置中呢 无论你的眼睛聚焦在哪里 投影显示的清楚的图像呢就是清楚的 模糊的呢就是模糊的 我们在上上期的时候曾经讲过 大部分的3D眼镜啊或者是那种AR VR的头戴装置呢 人的眼睛其实是聚焦在显示的平面上的 可是双目的视差的感觉呢又会告诉大脑说 这个物体并不是显示在这个平面上的 所以就造成了冲突 那这种冲突呢就可能会引发视觉疲劳或者是身体不适 而Magic Leap呢因为它是投影的光场 人眼聚焦在不同的位置呢就会看到不同的图像 所以它就解决了这种双目视差和聚焦模糊之间的矛盾的问题 也就解决了这种冲突可能引发的视觉疲劳 那除了Magic Leap呢我们在上一期讲过的一些裸眼3D的显示技术 比如说体三维显示呢其实也是属于光场显示的技术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一期的内容 那今天呢关于光场的基本的概念和常常听到的几个 与光场概念相关的产品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是陈轩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